月輩 哎 北翠 對了 那個 這幾天我光完我的位 忘了問你了 你那邊事情怎麼樣了 挺好的 挺好的就好 我覺得我這次回來 你變了挺多的 我 是嗎 變什麼樣了 你變成熟了 真的 如果你也像我一樣啊 今時有幾次這個 失戀的打擊 你也會變成 不好意思啊 那個你別介意 我給你開玩笑了 你是不是還在怪我 沒有 我幹嘛要怪你啊 啊 幹嘛要怪你對不對 事情已經過去了嗎 為什麼要你怪我我怪你呢 這樣都沒必要 老公 快來看一下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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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嗎 我看看不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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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是那個駭客帝國二那個公路水袋那樣 寫這個疊不太好 小姐 嗯 那怎麼辦呀 我知道我說這段正經菜呢 看不了哈 算了 看不了就別看了 待會兒吃飯了 對呀 乖吃飯了好不好 那你給我講 講 嗯 講什麼 講嗎 講這個嗎 我講 嗯 哎呀 啊 上回書說到 摩菲斯 吹你底下的鑰匙 被病魔雙胞胎兄弟一路追紮 重追不上 對不對 然後他們開車來到高速公路上 在高速公路上展開了激烈的追逐 但是咱們也擺脫不了 摩菲斯轉念一想 乾脆跑不了 不如把袖口一捲 哥們跟鴨拼了 三個人把車一平 看到病魔雙胞胎兄弟慢慢慢慢靠近 這時候他們往橋下一看 只好有一輛巨大的卡車 裝滿了全是讀卡米摩托車行為穩 這時候三個眼神一對 哎這是個逃跑的好機會 這時候看到病魔雙胞胎 你正好也追了上來 催你底的摩菲斯一個眼神一倒 跑 這個時候催你底 你容好幾個拉著鑰匙人 一個箭步 平穩地落在了卡車上 哎呀 你是不是以為他們暫時避開了危險 錯 更大的危險還在等待他們 按下這段戰警不說 說摩菲斯 摩菲斯站在橋上 看著他們離去哭哭的一笑 哼哼 然後轉過身拿出一把日文五十刀 等待著追上來的病魔雙胞胎兄弟 想知道下面怎麼樣嗎 下面可是他跟病魔雙胞胎兄弟的決戰哦 嗯 想知道嗎 嗯 嘿嘿 請聽下回分解 啊 老公我還要聽嗎 你接著講啊 你接著講 老公 下小姐 太陽很毒 會傷到眼睛 戴上眼鏡可以保護眼界 地球上万物的生长 都要依靠太阳 所以千百年来 人们把太阳 奉为自己的磁腹 可是如果有一天 当人们发现太阳的光芒 还可以致命的时候 人们还会把它认为 是自己的磁腹呢 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 它犯的错误 和它所付出相比 我认为可以忽略不计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只看好的一方面 坏的一方面可以忽略不计吗 人总是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太阳这么大 你怎么改变它 即使想改变 也要先保护好自己 才能保护别人 这些话是谁教给你的 没有人教我 如果有 也是教过我的老师 这么说 你还不完全是块木头了 老师说过 解决问题 有时候头脑胜不全就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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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讯人网啊 嗯 对了爸 你怎么突然关这些小鱼的事情来了 我不应该关心吗 我是她舅舅啊 再说了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上 我只能喜怒无惊啊 哎呀 哎呀 哎对了 我觉得你这个在网上发帖子呀 还是要慎重一点 嗯 我已经很慎重了 用词很讲究 也没有贴照片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 但是还是有一定风险 你这样 以后有什么决定 还是跟我商量商量 啊 爸 你这个也不让做 那个也不让做 你让我怎么找啊 你是不是不希望小鱼回来 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因为我听别人说 你现在正在行使董事长的群里 如果小鱼回来的话 你就带不了这个董事长 你听人说的 你怎么能听别人乱说呢 我是你爸爸 别人不了解我 你不了解我吗 是 我是替小鱼行使下权利 那是因为她精神失常 我是她的监护人 我责无庞贷 别人 别人怎么误解我 我无所谓 我也不会放弃 说什么都行 你不行 我这么多年我为谁 我就是为了你 你 这个孩子说话我跟你说 你太要放心了 我跟她说的 我 我 我 对不起 从上这么多年啊 世间冷暖 我看得透透 行 这样 等小鱼回来了 我全盘我全部交给她 我找一个电话 安安静静我养老 行了吧 好吧 咱们早点睡觉吧 我累了 睡觉吧 你 了 我的五色 小鱼回来 还好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早饭毛病了 还没有呢 火锅快了 抓紧时间 我都停工两个多小时了 对对对 对了 你修好了 我请你喝酒啊 谢谢乔长啊 你俩酒啊 快点啊 小河 陈叔啊 有事吗 你不是说有好东西给我吗 刚才那是你女朋友啊 瞎说什么呀 普通朋友 她有男朋友啊 我哪知道呀 那就是没有了 真的 你俩特相配 别瞎说啊 万一人有男朋友呢 我就把人家当一个小妹子 什么哥哥妹妹的 真的 我看你俩可以往那方面发展发展 好了好了好了 说吧 什么事儿 是不是让我帮你找厨子 是要做川菜的呢 还是做卤菜的 不是 这是我自己会处理的 我来找你想问问别的事儿 什么事儿 大威和小鱼到底怎么回事儿 大威心特软 您应该知道 大威就是看小鱼特别可怜 想帮帮她 怎么了 那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没有什么关系 他俩怎么遇见的呀 小鱼干嘛管他叫老公啊 这个连大威自己也说不清楚 小鱼呢 为什么叫小鱼呢 鱼就是鱼人的鱼 笨蛋的意思干嘛 他俩在一起 是不是挺有感觉的呀 那你看 我看是 我求你了 你别用你那小人之心 去度人家的君子之父行吗 我不该来找你 忘了 你俩是哥们 是 我俩是哥们 那你忘了吧 你俩曾经好像差点成了夫妻 小鱼啊 你来找我 我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陈叔啊 你跟我姑父干了很多年了吧 对呀 从第一单生意到现在 有二十多年了 嗯 那我姑父的事情 你都很了解咯 你都很了解咯 当然 他身上长多少个物子我都知道 你说呢 那看来我是找对人了 哎呀 你都想了解商董一些什么事情啊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小河 小河啊 有兴趣陪全叔去钓的鱼吗 好啊 行 走 走 小河 小河啊 嗯 以前钓过鱼吗 没有 那小时候你爸爸也没领你来钓过 他呀 他才不带我来呢 他说我坐不住我把鱼都给吓跑了 嗯 嗯 钓鱼啊 钓本 要沉得住气 啊 啊 全叔啊 我听说 你以前在玩具厂 当过生产部主任对吗 是啊 那是商总开的第一个工厂 常态的第一桶金也是从那里得到的 如果没有那个工厂 也就没有常态的金铁 对了 夏董也曾在这个厂子工作过 开始是做工人 到车间主任 后来做了销售科长 最后才到公司做了经理的 这个我知道 姑父以前很照顾我们家的 要是没有姑父的话 都不会有我爸还有我的今天 所以姑父的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小河 你是个很念旧的人 也不是 我只是觉得 人家对你有恩 你就应该记住 难得 现在有些人为了钱 什么恩情啊 什么道德啊 什么都可以不要 对了 刚才说了很多题外话 你到底想知道商总什么事情 我姑父的社会关系 我姑父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 什么社会关系 比方说 生意厂上 还有生活上 哎呦 这可太复杂了 能不能说得再具体 嗯 我的意思是说 我姑父做生意这么多年 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有没有人对他特别的怀恨在心 这些您知道吗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事情 啊 没什么 就是最近 总是听到有一些 对我姑父不太好的传言 我想 他都已经走了那么久了 还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那些人肯定特别的恨他 我就想知道 那些人到底是谁 这些事情 你让你手下的人去做就可以了 何必要亲自自己调查 我想再为姑父做点事情 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 又何必非做这一件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值得 所以想请您帮我 商董是个做事很低调的人 为人也光明磊落 他对我们身边的人都很好 我实在想不起来他得罪过谁 一个都没有吗 一个都没有 那倒有点夸张 你想想在上海拼搏了这么多年 能没有几个冤家对头 对了 厂里头还有几个刺头 商总也处理过他们 可是 都不至于像你想的那样 他们是谁你能告诉我吗 我听说夏董让你去做公司 房产部的主管你怎么没去啊 那个我不敢进去 全叔咱们接着说 你刚刚说那个人是谁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是学建筑设计 做房产部的主管你真可以大展全角 全叔 刚才我是在问您 怎么突然你反过来问我了 你不回答我 我就没法回答你啊 全叔 你是在跟我讨价还价吗 你要知道的多 就要付出的更多 我明白了 你要多少钱 钱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钱什么都能买得到吗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要求不高 真话对真话 平等交换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那你又想知道什么 你又在找什么 全叔 你真的是太敏感了 我就想知道到底是谁在说我辜负的坏话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不太好说了 具体是谁说的 我也不大清楚 那算我打扰了 那算我打扰了 先把排骨切成小块 然后放进清水里煮一下 再放到锅里煮十分钟 小鱼 干嘛呢 我在看我列的菜谱呢 好 你要做什么菜啊 你看 我想给我老公做排骨 他最喜欢吃排骨了 对 他最爱吃酱排骨了 你会做吗 这是好姨给我列的菜谱 我照着她的做就可以了 这容易得很 我也会做 要不你先去做做看 我看你跟我做的一不一样 好 那我一会儿等你过来 先把排骨切成小块 先把排骨切成小块 然后放进清水里煮一下 煮十分钟 什么呀 太麻烦了 下董 夏总 阿远 辛苦了啊 没事儿 小姐呢 去找同学玩了 那帮人没再找你麻烦吧 没有 钱够花吗 够 没钱就跟我说 我不拿你当外人 我知道 小姐今天去玩具厂了 对 她去做什么 到处看看 然后和吕副厂长在办公室里聊了一会儿 出来就去找同学了 他们都聊什么了 这个我不清楚 我一直在楼下 你没进去吗 办公室很安全 我觉得没有进去的必要 再说 小姐她不希望我跟着 阿远 你觉得小姐 为什么对小鱼的病历感兴趣 这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陆怡跟她说了什么 应该不会 陆怡跟她在一起 就是回忆一些过去家里的事 过去家里的事 你觉得陆怡精神怎么样 有些糊涂 经常反来覆去的说同一句话 阿远 我觉得你应该尽全力地帮小何 而不能游离在这个事件的外面 也不能由着她 什么都听她的 你要把你的意见告诉她 你早点把事办完 回来帮我 好吗 我知道 您放心 这对姐 这对姐 你快看啊 快看啊 我都做好了 都做好了 我来看看 真不错 小鱼真能干 这样吧 姐姐给你钱 让你呢 奖励给自己根冰锅吃 谢谢姐姐 姐姐你又不要吃啊 我不吃我不吃 你快去吧 去吧去吧 嗯 嗯 坐吧 来吧 去吧 了 我干吗去了 去了趟公司 去做什么 工作上的事 你跟我爸爸干了多久了 快一年了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以前打拳 后来做生意 再后来生意失败了 就到公司做保安 可是我觉得你这人挺精明的 怎么可能失败呢 你还是不想说的话 但我没问 其实也没什么 朋友说开公司 我就拿钱入股 谁知道他们是放高利贷 钱要不回来就让我动手 我就不干了 那后来呢 他们把钱给你了吗 说过一段时间给 后来警察找他 他就跑路了 好多人还找我要钱 那现在呢 夏董帮我摆平了 所以 你对我父亲就违密是从 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对吗 夏董对我有恩 你了解我爸爸吗 他人很好 经常关心我 给我钱 帮我买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人啊 也挺单纯的 有的时候人家给你钱 给你买东西 并不代表就一定对你好 也许会买你的命 对了 我爸爸除了让你跟着我保护我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指示啊 没有 夏董说他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让我全力保护你 即使我出事 你也不能出事 我很好奇啊 我想问问 如果 真的有那种情况 要拿你的命来换我的命的话 你真的愿意吗 只要你没事 我会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傻的人 能为那一点点钱去卖自己的命 我不是为了钱 那你是为了什么 没想到 你这个人 这么地讲义气 对了 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向我父亲汇报我的情况 那是夏董交代过的 你什么时候出去 跟什么人见面 我都要记录汇报 那不等于是在监控我了 夏董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你对我父亲的事情到底了解多少 我不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 他经常跟曹月在一起 都会谈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 你是不知道 还是不想说 你真想知道 当然 你可以直接去问夏董 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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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刚好 刚好做好菜 来 这是酱排骨吧 对啊 我做的 你 你什么时候会做酱排骨 我不会做还不会学啊 这是我写的菜谱 你从头有学的 尝尝尝尝 好好好 那我尝一个啊 可惜有点糊了 为什么呀 要不过小鱼在旁边捣乱 估计会更好吃的 小鱼怎么捣乱 我让他帮我看锅呢 我在旁边切菜 结果他看着看着跑去看动画片了 我就没忙过来 嗯 没关系 没关系 很好吃 很好吃 是吧 嗯 很好吃 来 你也吃 嗯 小鱼 哦 他出去了 他说帮了我的忙 让我奖励他 我就给了他钱 出去买冰棍去了 真是一个孩子 怎么帮了忙他要奖励呢 没事的 嗯 好吃 老公 你回这儿了 你干嘛去了 这是姐姐给我的奖励 我去买冰棍了 姐姐 给找你的钱 坐 小鱼 我问你啊 姐姐为什么要奖励你啊 因为我今天做了老公 最喜欢吃的酱排骨了 老公好吃吗 老板 人我找着了 是吗 我秦兴范骨才找着的 这人可厉害嘛 秦子薇够厉害吧 见着他肯定的趴地俯扰 真的 真的 有记录可查 我不是傻子 他们说什么我听什么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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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人搞定了 搞定了 差不多搞定了 什么叫差不多搞定了 主要是那个 价钱的问题还得跟您汇报一下 他有多少 嗯 比一般的贵一半 贵就贵吧 一分价钱一分货 只要她能够把秦紫薇打败 行 马上告她 把钱打给她 让她过来 我跟她说好了 只要钱一汇过去 两天之内 肯定人就到了 好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想要看着秦紫薇输掉以后 那个碎样 她要输了以后 那奥利 可不就归我了 何止奥利啊 这回莎莎小姐 不也得听您的了 你笑什么 怎么那么涩呀 去 当准备 下战术 知道了 嗯 我现在是知道了 谢谢你 谢谢你 sneez 响 你 cj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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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再说吧 好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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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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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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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